下面一个问题 近来 大陆武汉有人用一种皈依针 上面有净空发丝的印章 另有一张老发丝的劝刀纹 都是以横拨的黄纸印刷 一毛钱一张出售 深衬 是让人拿来烧个冤心债主 至少业期烧四十九天 到免钱使用 要不停地烧 现在生意越做越旺 如果说这样做就能消业障 那岂不是不用学弟子规 不用修十善 请问青老发子开始 这是违法的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别人伪造的 希望大家不要上当 这是属于迷信 那么真正这个超度亡灵 尽总有超度亡灵的仪归 那么现在用的最普遍的 就是三十七年 而做三十七年最重要的 做的人必须随文如冠 这个王者才能得利益 如果草草率率的 依照这个文念一遍 这不行 这个王者得不到利益 所以这是犯法的事情 不如法的事情 过去宗教局业局长给我说过 大陆上确实有一些 不如法的 拿我的这个名义 来做不好的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你不知道 这是由我们政府 治安机关来处理 我说那这样就很好 这个是要禁止的 佛教没有迷信 就是讲超度 有超度的理论一遇 有超论的超度的移归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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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